你想坐 这能坐着吹吗 当然可以 上一期 男一王凯志爆灯的举动备受热议 在等待更新的这一周里 想必不止我一人对王凯志告白女一帆一蓝一一的画面积攒了很高的期待值 原以为默默会是第一个爆灯的人 谁曾想王凯志是第一个勇敢者 一一前一天晚上哭了 其实这是王凯志选择爆灯的契机 当时他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一 以至于他们的谈话已不欢而散结束 所以他选择用实际行动给一一安全感 王凯志的爆灯举动很加分 也侧面证明了他是一个靠谱的人 在第二天的旅行约会里 他没有逃避问题 主动解决问题的态度赢得了一一的认可 一一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诉求 表示他想要的是陪伴 就这样 他俩前一天晚上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他俩重归于好 为了能给范伊兰一个仪式感很足的告白 他带来了自己擅长的萨克斯 准备在一一面前演奏一曲 他还写了信 将信一封一封地放在蜡烛底下 将告白的气氛烘托得十分到位 并选择在一个氛围感十足的场景下 向一一告了白 王凯志为了此次的告白准备得很充分 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告白过程中有一处细节显得不是那么的完美 大家期待了很久的王凯志 吹萨克斯给一一表演的环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浪漫 王凯志演奏过程中是背对着一一的 二人缺乏眼神互动 从解开头一晚的问题 到开心约会和浪漫告白 一一和王凯志彼此想要好好发展的心思一览无余 为了呈现出一个好的表演 王凯志甚至偷偷练了好久 但是到了告白时 现场的道具都是朝着镜头的 这样一来 王凯志也不得不面对着镜头演奏 而一一的座位便安排在了王凯志的背后 这样的话一一只能看着王凯志吹奏的背影 王凯志也失去了和一一眼神交流的机会 所以王凯志表演的时候 一一只能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望着王凯志的背影 本来很浪漫的氛围突然怪怪的 王凯志也因为太紧张没有注意到这一处细节 其实也不怪他 他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也很珍常 现场所用的道具应该也不是他安排的 当时安排道具的老师可能只留意到要注意镜头 却忘记了被告白者一一的视角是否是最佳的 所以画面就变成了明明被告白的对象是一一 结果却变成了王凯志对着一一所在位置反方向的镜头表演 所以说 现场的道具表演痕迹倒是很重呢 如果道具老师将道具的摆放位置再合理化一点 王凯志吹萨克斯的画面也不会那么别扭 这样独自坐在旁边的一一也会更加的自如 她的视听感受可能也会更好 不完美是正常的 还好王凯志将自己该表达的都表达了出来 一一也接收到了 如果他们真的牵手成功了 王凯志完全可以再给一一补一个萨克斯演奏 让你也可以看看